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传承面素文化 因地制宜选种子 综合考量有保障 看看抗性强的好品种 高温又高湿 沿海地区该杂选包米种 公司来帮忙 市场有保障 看陵园的这家公司 是怎么带领乡亲们闯市场的 2019农村劳动力就业冲锋行动 陆续展开 记者带您了解最新就业动态 例如新三农提供新福 您这里关注的是辽宁卫视黑土地 我是土地 而是没有人跟他许 这个都是因为 根本中不了钱 根本养护不了 那个去养护家 李凤燕口中的他们 是自己的爷爷和五爷爷 两位老人家 都是李氏唐人的传承人 到底做唐人 是一种怎样的手艺 让两位临终的老人 遗憾离去呢 我们的记者 跟着李凤燕 体验了一下 吹唐人的记忆 没事不用紧张 你这个不用用大气 我要你吹的时候 你轻轻的吹就可以 太大的气 就是不能倒形了 吹破了 就是说吹的时候 不能让它跑气 吹唐人的时候 不管谁跟你说话 都不要说话的 对吧 不可以说话 对 气不能出来 对 你那个管一直放在嘴里 就到吹完位置 吹唐人 为了上劲 需要反复揉捏糖块 日久天长 唐人手艺人 都落下了毛病 我现在碰着这个 就是这个糖啊 它还是有一点热的 那就是 你给我看 就是在锅里边 一直就是在熬这个糖 用手捏这个糖的时候 不会烫手吗 这个糖很热的 因为我们手都烫出来了 像我们这三个手指 基本上是没有知觉的 你实际掐 我们这三个手指 都是我们是没有知觉的 哪个女人不爱美 不希望有一双 白嫩光滑的手 李凤燕一双手 十个手指 有六个指尖 没有了知觉 整天和滚热的糖块 打交道 这份辛苦 寻常人很难想象 手指没了知觉 脸上更是脱了几层皮 到了每年的夏天 我都不出摊了 就是每天在家里 看着哪天要下雨 哪天就是没热的天气 温度最高的时候 那肯定是我要多这个 熬这个糖 我们来就都说我 那个谁那个 多糖人的 没脸没皮 那个 那会儿摔着脸 全是皮 那个 一桶桶就抱 糖人最早 可以追溯到宋朝 因为夏天温度高 容易化 一直以来 手艺人从来 不在夏天吹糖人 为了能熬出 一年四季不化的糖浆 李凤燕用了 将近七年的时间 脸上不知道 脱了几层皮 终于熬成功了 这个原谈的 就是现在就是 我研制出来 那个不化的糖人的糖 因为它多的 像这个能力 正是两年多了 李凤燕不在乎 自己的脸 是白是黑 也不在乎 自己的手指 有没有知觉 甚至 他都放弃了 自己的工作 我父亲都是 学会了 因应不继承这个 就像这个糖人 我们家糖人家 普通都写着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是 全职的 不能业余十大来做 我不能说 我退休了 我再做这个东西 那你也穿了 那不是 那你只能是 说会多而已 就因为这个规矩 所以说我就辞职了 我爷爷是在临征的时候 是把糖人托付给我的 李氏糖人 打破了 传男不传女的规矩 自从成为第五代传承人 李凤燕心里 只有两件事 一是要守住 糖人的原始配方 让古老的味道不变 二是寻找培养 下一代传承人 希望后继有人 好在越来越多的人 对糖人有了兴趣 就是从同学的 那个朋友圈里看到的 然后就是对这个 糖人挺感兴趣的 在那个小视频里看见过 然后我觉得 想来尝试一下 学习一下 就是传统的文化 对于糖人这种 传统的手工技艺来说 接过传承的担子并不难 难的是 怎么坚持下去 李凤燕说 李氏糖人从不改变 在熬糖的原料选择 制作过程中 从不改变古老传统的味道 从来没有添加剂 李氏糖人也在改变 在糖人的制作造型上 一直跟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新的一年 希望李凤燕能够找到那个 像他一样为糖人而生的 第六代传承人 这糖人技艺需要传承 其实在我们小时化 吹糖人的捏糖人的 画糖画的都挺多的 现在啊 这是不多见了 老手也需要传承 需要人来学会的 真正的让他作为民族的文化 瑰宝传承下去 要说这个文化瑰宝呢 咱们再往这儿瞧 你往这儿看啊 这是小面人 故周梭里旺 独钓寒江雪 你看人钓鱼这个知识 包括这个周围的配置 一看就经过精心创意的 哎 这是锦州的面人章 咱们看看 面人章的面素 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提到锦州面人章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他捏的一手好面人 不过啊 最近大伙一提到他 还能闻到阵阵的饭菜香味 不是张斌改行当了厨师 而是他把面人和菜品捏在了一块 杨长亮做厨师已经有15年了 两年前当上了厨师长 每次准备晚饭前 张斌都会在盘子上 放他现捏的面人 接触过 接触过 但没从这儿之前 接触的比较少 从这儿应该接触比较多 跟张老师 他的面人做得相当 特别的不错 这个特别生动 面素艺术最早来自厨房 张斌最早接触面素 也是在厨房里 参加工作之前我在酒店 在酒店学习食品教课 然后给菜肴进行美化喷边 然后做一些装饰 我就看到有很多朋友 就用水果 萝卜什么 做一些花 鸟 鱼虫 然后也有一些师傅用面做的 然后感觉做面这个非常吸引 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就逐渐的研究 虽然张斌在厨房里捏的面人 像模像样 但是他却总觉得 跟小时候见的面人不同 我记得小时候 就在街边上 有一些艺人 他们走着穿巷去做 技法非常娴熟 然后造型也好看 然后我就去找 后来一次机缘巧合 朋友介绍 然后认识了我的老师 他是一个纯正的面前艺人 经过多年的学艺 张斌深深地爱上了这门艺术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面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张斌只能转变思想 这车的好朋友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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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鞋的感觉是 哎 明星来 对呀 明星来 大师 欢迎我 对 欢迎我 欢迎我 你慢慢一起 说一千到万 不如做一下子 是不是 这门艺术过去 它非常神奇 一是制作快 第二是彩艳艳 第三造型生动 是不是说深受百姓习惯 然后呢 我们日常生活中 的确也少见了 见的不多吧 采访下来 嗯 嗯 不知道 今天也要通过我手 它像变魔术一样 给大伙做一个 今天是猪颜 猪颜 我也大伙做个 想划在这个 过一会儿 一只可爱的小肥猪 就现出了模样 又过一会儿 张斌的手上 出现了一朵玫瑰花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张斌的手中 捏出了三个面素 也让大伙儿笑声连连 那个时候能看到面人 还有吹那个糖人 是我觉得那时候 是小儿的时候 最高兴的事 只有过年的时候 而不是平时都能见到的 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能看到这种表演 现在我们年轻一代的人 没有要老一代的 这种手艺失传 我们觉得骄傲 我觉得就是用面 能捏出 就是这么艺术的东西 感觉挺神奇的 这个晚上 张斌一共有七桌客人 每一桌走下来 都能让食客乐开怀 而张斌也在这欢声笑语中 传承着面人文化 我感觉这个面人 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长河中 流传几百年上千年 他肯定有他原因 回去也没有什么教材 也没有教科书 但是他在老百姓当中 就是这样传递过来 之所以传递 就因为他能够传递这人 一种幸福感 快乐感 我感觉这就是这面艺术的 真正的灵魂 如今面人已经被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斌作为传承人 不仅在传递着快乐 也肩负着传承的重担 而他尝试把商议深度融合 也为传承面人手艺 找到了新出路 我们在此也想说 您有老手艺 老手法 老记忆 你都可以拿过来 我们辽宁卫视黑毒地 给您做一展示 目的只有一个 让这样的好东西 能够流传下去 让后人能够记住 我们前人的记忆 这位乡亲说 平时一直比较关注 黄瓜这方面的消息 今年想要种 但是不知道 种什么样的品种 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个 产量高 耐低温的黄瓜品种呢 接下来我们请技术人员 帮他解答一下 根据你这个问题 我还真跟你 能推荐一个 适合你这个地区 种植的品种 金油316 天津科润 黄瓜研究所的 金油316 这个品种耐低温 耐热光 产量非常高 一个是它的 声张点特别好 就是说它耐寒的 突出表现 就是它的声张点特别好 龙头到现在还新鲜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关的做瓜层次感特别强 一个是底下有瓜 同时三条四条瓜 同时可以下 另外上面这瓜鸟 一个一个的话 有层次感 再跟这一瓜呢 一个生长季下来 能产60条瓜 这个产量就有了 大概一亩地下来 4到5万斤 产量 现在呢 正是那个 黄瓜清黄不接的时候 但是这个品种呢 它的产量依然有 它耐低温 耐热光 正常生长 同时下 一下就是三到四条瓜 效益就非常可观了 情况不接的时候 是菜价最高的时候 黄瓜价最高的时候 它又产量了 那自然就搞效益了 这个品种呢 它抗一些传统病害 比如说双酶 灰酶 叶酶 更大的亮点 是这个品种 它抗黄点病 这是我们老百姓 俗称的黄点病 实际上它是把斑病 就是这个 喝斑病 这个特别抗 基本上不得 因为抗性好 就是不用打药了 或者少用药了 少用药 它不得病 自然它就产量就高了 效益就高了 还省了一笔打药钱 要想了解更多资讯 进入下一单元 天下三农 每到春节过后 许多一线城市 都出现用工紧张的情况 今年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一线城市 劳动密集型企业 仍然是招聘的主力 但相对而言 气配 家政 快递等行业 则薪酬较为丰厚 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薪酬 一直处于上涨状态 用工条件也越来越优惠 相比一线城市 不少二三线城市 对应聘者 也提供了更多的优惠政策 近日 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 也举办了多场 返乡农民工 家乡就业扶贫招聘会 为了留住家乡的人才 2018年 金湖县出台了 返乡就业人员 购房补贴 子女入学等优惠政策 返乡就业人数 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为了支持农民工返乡 人类资源大省河南 还为返乡创业农民工 提供政策加资金 双支持 河南省政府 成立了总规模 100亿元的 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 投资基金 采取头戴联动的模式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说完企业招聘的事 咱再来唠唠找工作的事 除了工资标准 咱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还要有五看 一看签不签劳动合同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二看有没有缴纳 五险一金 根据社会保险法 和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规定 企业必须给职工 缴足五险一金 三看发不发工资条 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 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 时间 领取者的姓名 以及签字 并保存两年以上被查 四看有没有奇葩规定 比如上厕所规定时间 生病要拍病灶 加班不给加班费 怀孕要申请 单位同事不允许谈恋爱等等 奇葩甚至涉嫌违法的规定 五看能不能找到娘家人 娘家人是谁呢 工会 劳动法规定了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有工会 咱找工作的过程中 遇到了问题 也就有了依靠 河北省人县洛庄乡达尔村 被称为灯笼村 说起这个达尔村 做灯笼可是历史悠久 尤其是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灯笼来装扮节日 烘托喜庆尊为 达尔村的灯笼 因为质量好还漂亮 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 就春节前那段时间 就发出去了五十多万元的货 为了发展灯笼产业 向政府成立了人线工灯制作协会 确立了公司加作坊 加统一销售的经营模式 引导加工户便单打独斗 为抱团经营 充分发挥农户分散加工的灵活性 和协会集中销售的优势 目前当地灯笼制作工坊 已经发展到六十余家 加工制作灯笼总产值 可达六千余万元 带动千余人实现就业 这大红的灯笼 看着喜庆 也让乡亲们的日子 红过起来 这个冬天 山东省阳信县很多村民 用起了新式的生物制炉子 烧的是树枝 结杆 牛粪 菊末等农林处 废弃物制成的绿色燃料 阳信县是中国鸭梨之乡 全国畜牧百强县 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 产业带来的梨树废弃枝条 有五万吨 结杆八十万吨 菊末十万吨 现牛粪 一百五十万吨 目前 阳信县有六家企业 从事着用废弃物 去生产取暖用的 生物制燃料的行业 为了推广生物制清洁取暖 当地的政府 对新燃料取暖的 补贴力度非常大 比如 购买炉具的补贴 就达到了两千元 比炉具的市场价格还高 相当于免费 一个取暖剂 大约需要 1.5吨生物质燃料 比过去烧煤便宜多了 2018年冬天 阳信县全县有2.5万户 实现生物质清洁取暖 占全县总户数的约五分之一 阳信县计划三年内 实现全县9.5万户全覆盖 政府投入 乡亲们的环保意识也高 这样一来 当地的结杆废弃物 就变成了暖宝吧 前几天 一条姜屯被放生的视频 在网上火了 广东徐文县两名青年 陈明月与陈建壮 外出时 发现有人正出售姜屯 价格是十多元一斤 随后他俩花1500元 将姜屯买下后放生 陈明月称 买下姜屯放生 是因为于心不忍 那个屯一直在流眼泪 当地于政部门说 经专家初步鉴定 该生物或为姜屯 而无论是姜屯还是海豚 均属国家二级以上保护动物 姜屯被列入极微物种 比大熊猫还稀有 能把姜屯抢救下来并放生 好事 春耕贝耕选好种 选好种子 你就得啥都懂 什么懂呢 玉米的特性啊 种植的区域啊 温度的控制啊 湿度的调节啊 等等 玉米都有不同的属性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抗性好的玉米种子 大家尝试种种 我们啊 从黑龙江 吉林 走到辽宁 就这两天走的 张吴 福兴 北漂 朝阳 卡佐 到你们这个建厂 各地表现到哪家都说买少了 嘿 那你说的这么热呢 这么好的话 包米都拿的 对不对 咱得开了食物啊 我带你 马上带你看上去啊 我带你 马上带你看上去啊 带你又洗的准备啊 你瞅着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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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点酱 对啊 你太能处理了就做啥小虾包米 还没我打得好呢 可拿到了 老虎大哥吧 就是跟名不一样 咋不得 他把这个好的吧 都放到上边去了 他怕放下面怕丢 我拿 我上来给你拿一把人看一看啊 你待会儿 我看了 这边行 那边怕踩掉了 我看看 看着吗 还行 都是整的 全整的吧 这个 现在咱们在的地方是建厂 他去年这个老虎大哥就选的 红枪717 这一地儿吧 龙小 450的龙 那个大哥跟我说 我就种一次 其实他没算过 450龙种一次 达到4200多株 4200多株 咱们这边现在最少要搓粮 6粮粮干粮 22个水左右 要是说4粮能达到7粮左右 就搓粘 所以说 4200株乘以7粮 咱算一下多少 再调点株 就达到3800株 乘以半斤粮 就在这地方 建厂十年九旱 能达到这个程度 你说行不行 因为其他品种 他们达的都1300都卖了 大哥这一说了 不找你买 能卖好价钱 哦 咋的这粮 凉饭它还爱手啊 爱手 因为它是没变少 没有秃尖 没有充客 纯脚子两个大长脸小细头的 而且是 红枪717这个品种嘛 特别单旱 本身建厂呢 就是十年九旱 它的地方呢 今年更旱 都是山坡地儿 开荒地儿 还有严检地 还有稻田改的 一点事儿没有 因为它的地咋一家吧 有个四亩地 可能分五片 有山坡 有岗地 有检地 有蛙地 有沙流地 一块就两亩来地儿 所以它选这个品种 这个适应性也好 还有单旱 适应性也好 最晚收的啊 最晚收是 十月末 三十二号 收的 还没有事儿 不搭了棒的 不掉头 那你这玩意儿 得抗议好啊 像今年汗 天都热 那虫子可厉害了 没事 这个棒啊 虫子基本上说 你一亩地啊 能挑出四个娃娃 算多的了 正常是都没有的 因为今年的虫摘太严重 包括主要是今年的汗摘 但这个虫摘太严的品种呢 是单汗能力特别强 它这个主要 咱们说 它根细发达 根细发达呢 夹椒小 夹椒小呢 它就是叶片呢 上虫香的 所以说它这个 单汗吸收水分的养分也少 基本上 所有的养分和水分 都供应这个棒上了 啊 那你这么说吧 我就能放点心了 我家地块就咋 哎 你开边呢 再给我来舞的 有些地块啊 是高温高湿的地块 这样选种就挺难的 必须要选择针对性的种子 咱们今天说一说 耐高温耐高湿的种子是啥呀 哎呀郭老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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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家 哎呀你累坏了吧 快快放一块 二一新给你摸一大米啊 送来了 谢谢啊谢谢 那我走了啊 不是你别走啊 正好我找你有点事呢 你找有啥事啊 那你家今天准备种点什么玉笼子 还种苞笼笼子呢 啊 苞笼笼都打算不要了 那去年俺家那情况你也不是不够 那家旱呢 那没收啊 今天我心里了 自己搓点苞笼笼子扔得得了 那你那不行啊 那没有那么种地的 咋的 啊隔壁的老王 那包米种呢 买老贵了 那不一样没收吗 不动呢 那选种是吧 不是像你这个道理 啊不是种之归于箭 主要它得适合你这个地区 适合你这个区域 嗯 你去年呢 就是不相信我的 我跟你选那种呢 你不相信 你看啊 春冬头 老李大哥家那个包米 人家还没检查 还正产嘞 我去年呢 给他介绍这个评点 叫 原原388 嗯 啊 这个品种呢 特别的抗旱 而且耐高温 啊 它的抗旱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它根系特别好 嗯 嗯 抓地 抓地非常深 啊 而且抓地抓地老 就能把地下更深层的水分 它能吸收上来 为什么说它适合大连地区呢 本身就是耐高温 而且耐高是一个品种 不会出现青窟病 这个情况 大连区域呢 就是卖凉瓦 嗯 一般说 没有说种瓦地 直接就卖凉的 水分到来年开春再卖 啊 也可以 那因为它水分干 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呢 它也不掉什么分量 正好我这有一个开袋 另外388 我拿来让你看看种植质 质量怎么样 啊 你看 它这个种植质量嘛 就非常的匀 因为它是金条续血的 而且吧 另外388的一个种植 不光你大连能种啊 就是说我这辽宁沿海地区 它都可以种植 而且种植表现得非常好 嗯 你 小小姐你干啥呀 你这毛兜儿穿 我没毛兜儿穿 啊 我没毛兜儿穿 我是啥意思呢 我给这吧 这眼神不太好 我得吧 回家就仔细看看 让我这个二姨啥的都看看 我没毛兜儿穿 我不是 你别别出来 别出来 你说你这二姨 大米都给我送来了 你真得办 这点种呢 你拿给啥给啥给啥 你拿走 你走是不是 你快来来 这几个山都给我装进来 装进来 那我今年就种它了 玩我要是产量的高呢 然后我到时候大米 还给你多送来两袋 啊 走了小二哥 走了啊 拜拜 咱们接着往下说啊 咱们说丑阳 陵园三十佳子镇的事啊 就那个地方啊 这个是特别有名的地方 我特别喜欢去 听着亲切吧 亲切就对了 因为那边我确实经常去 因为是黄瓜种植非常有名 黄瓜种植量大了 啊 这销售就成了问题 要想把这黄瓜 好好卖出去 你光靠一家一户的快框 单单那是不行的 必须有一种新的模式 就是公司加农户 咱们看看老周大爷是怎么做到的 跟着公司合作呢 这三个年头上 这三个年头上 每年都比原来我自己干时多多收入 五六千块钱 就一个棚 同样一个棚 跟着公司合作 就能多卖五六千块钱 周满红口中的公司是专门帮助农户 整合农户资源 帮大家销售的专业合作社 农户入社后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最大的好处就是 相比于以前的单打独斗 拉到市场上卖 现在的合作社每年都会给出 高于市场的保底价 乡亲们再也不用为市场价格浮动发愁了 原来这个公司来了之后 咱们每次都是上市场 单独去卖黄瓜去 面对着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 现在有公司要领着咱们干 我心思有把握 到时你去了就给他了 这有保证啊 你要是弄着老百姓没保证 要是到啥钱了 人家外头一两毛钱 公司保我们六毛到七毛的 保我们六毛钱保底 不是说是外头两毛的公司给两毛 享受价格保障的同时 就必须要服从组织安排 这不合作社的李峰铭 隔三差五就得来到地头 一是给大家看看黄瓜的展示 普及科学种植技巧 二来也要督促大家坚持绿色种植 最坏的是猛中毒造成的 就是猛元素过量 都是这种杀菌剂里边 叶子坏了我能看见 叶子不坏我根本看不见了 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这个棚的菜 也是我的也是你的 我们是一家的 然后共同卖出去 它品质保证了消费者 它就得到实惠了 自从加入了合作社 社员们每天不只有掐羊收果的这些活 在黄瓜运到市场之前 他们要先把样本送到实验室 经过农产检验之后 才能送到市场上去卖 一个棚户取一根 天天送瓜天天取样 我们每天大概有 两千出头的这样的样品量 然后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固定回收 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每天从各个运营部 把这个样品回收回来 第一次不可格的 我们再重新取样复检 给它两次机会 第三次我们工作人员 自己去吉他棚里取样 如果检测再超标的话 就是公中指跟它的合作 扣除它全部的财款 经过合作社成员共同努力 牢牢把好质量观 这黄瓜的销路自然不愁 看到没 今天合作社基地可热闹了 听说大家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 就是为了来零元看看 咱们合作社的模式 取经来了 我来自二维的合作 我是心爱的 我来自天津 我来自陈西安 来自宁海银菜 有黄瓜味 然后呢比较脆 比较脆 然后它的糖度 检测的糖度还是挺高的 产品的质量 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 包装车间里 黄瓜外包装上的二维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有的人好心拿起手机扫了一下 手机上立马就出现了这批黄瓜 从生产到采收过程中的所有记录 仔细到了用什么肥料也都有标注 信息量挺大的 追溯体系上 就是虽然有人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个产品的 从种植 然后到流通 到超市整个所有的环节 那么呢 虽然首先有一个信任的背书 产地开始 就是做好了这个食品安全 对我们市场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我们市场呢 现在也在做这个追溯体系 他们从源头制作 使市民来就是说拿到的食品 农副产品更安全更放心 源头抓起来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 首先是种子 种子要选的种子质量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这个像这个瓜的伤面性比较好 合作社基地里从大鹏检验室到中央监控室 一圈逛下来可让在场的来宾大有收获 有好几个人当场就表示 回去也要试试这种模式呢 就感觉就把这个产业就做成一个产业化了 它有那种就是制度约束的 还有下面包括农货 往来收瓜的话 就是就特别害怕这个那个瓜的品质不一 就一批的瓜的就万一有些插去的话 拿回去不好卖 但这边就特别放心这个问题 前景很好 关键是就是说把这个黄瓜质量做好 对于我们每个市场来说前景是最好的 别以为种个黄瓜干嘛搞的这么严格 这些流程可不是花架子 从采收检验到包装 每一关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来执行的 要说这黄瓜卖的好 还得下功夫才行 也希望咱别的乡亲们也能早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在生产出安全优质的农产品的同时 赚得腰包鼓鼓 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可以多借鉴 这样让大家伙销售起来再也不愁了 说说进城务工的事吧 天一暖和 很多乡亲们就考虑到进城务工了 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怎么能找到一个放心的可心的安心的工作呢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春风行动 眼下这年也过了 很多乡亲们都开始张罗新一年的工作了 对于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朋友来说 很多人都想趁着这个时候 找个更心仪的工作 找个四千到五千的 汉工什么的 从东南匡来的 准备找个什么工作 找个司机啥的 这不 今日复兴市召开了2019年春风行动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劳务交流洽谈会 为复兴市周边的老百姓带来就业春风 就这次活动呢 我们提供了八千多个岗位 可是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啊 都比较适合农民工就业的 一些操作工啊 一些略带技能的这个家政服务啊 这些行业 说到春风行动 这可是跟农民工关系密切的大好事 这可是国家号召专门为劫后进城农民工 提供就业服务的活动 每年的二月到三月之间 全国各地都会举办与农民工相关的专长招聘会 今年良宁省的春风行动 从二月十二号起将持续到三月十五号 主题就是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下部呢根据春风行动系列活动的安排 我们还要是深入到农村乡镇和农村大集 把农村的劳动力 特别是建党利卡评工后 通过这个劳动力的转移 实现就业实现多变 从招聘会现场来看 制造业与家政服务业 对农村务工人员的需求量非常大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产业的发展 很多农场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招聘 与进城务工不同 回乡也可以拿工资 农务的农务的 它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企业 那其中包括啥呢 有养殖 有那个饲料 有屠宰 有那个 那个 总勤 那么这个企业呢 现在那个车食品这块呢 招收车监工人 需求量非常大 需要多少人 需要一 现在的车店那个空缺应该在一百人左右 复兴市此次的招聘会 为百姓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就业岗位 同时为了促进双方达成协议的成功率 复兴市还为招聘单位提供了相关的政策支持 面向农民工这块 农民工那个政策 如果是说在用人单位这块企业 见习双 流用率超过50%以上的 政府会有相应的补贴 这块政策是比较优厚的 虽说招聘农民工有补贴 但是各单位还是非常谨慎的 从现场可以看出主要考核还是在工作经验这一块 有相关工作经验与零基础的应聘人员相比 就业成功率就更高一点 难道普通农村老百姓去城里就只能从事立工等简单的工作吗 别着急 春风行动 早就为没有工作经验的农民朋友们准备了出路 为现场为农民工组织了五家招聘职业培训的学校 现场为他们学员为他们培训技能推荐就业和创业的培训机会 最近几年吧农民工那个意识也转变就业意识也在转变 所以说现在看农民工外出就业呢 在外面竞争力看就是说受一定培训的 有一定有一顿技能呢 麻烦简单的技能培训他除了就有一个优势 打铁还需自身应 尤其对于一些农村的年轻劳动力 已有的知识文化水平经过培训之后 完全可以支撑自己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 有了专业技能才能打开更多高薪职位的大门 根据他这个技能要有学问的 然后那个学历高一点的年轻一点的 这样薪资就会高一些 像我们的月扫工资呢能达到4000起 最高能达到9000 但是呢他得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晋级的 在此次招聘会的现场 除了为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 提供技能培训 最贴心的还是为农民朋友们准备了政策咨询服务 这可解决了不少农民关心的事 最多的问题是用人单位是否 逐额20发放工资 不管是做什么工作 拿到钱回家过日子 才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 在现场 杨南和同事也是反复提醒来访应聘者 就业时一定要签署纸质的就业合同 而且最好是通过正规渠道应聘工作 口头介绍口头约定都存在风险 一旦发生劳务纠纷也不要慌 有专门的部门会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我们会及时跟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联系 可以引导他去劳动监察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 也可以到我们仲裁行政部门 也就是劳动人士征医仲裁院申请立案 我们在为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的同时 为他缩短开庭时间解案时间 让农民工及时拿到工资 看到这儿有朋友就说了 如果错过了现场招聘会 或者想申请培训怎么办呢 现场呢就是这个这个宣传板上 就贴在我们那个微信的那个扫二文码 一扫一扫就可以进入这个系统 所以这活动时间大概是我们按照部里的要求 从2月12号到3月15号结束 为期一个月 一个月期间市县区包括乡镇我们这三级联合 大约的重点的招聘会的举行7场以上 接下来复新将在3月3号与3月7号到乡镇举行两场专场招聘会 此外全省其他城市的春风行动也正在热火朝天的举行着 共计将举行200余场农村务工人员招聘会 如果您是农村待业的劳动人员 可以随时关注本市的春风行动相关信息 或者登陆所在城市的人力资源网站 就业公共服务网站了解最新的招聘动态 也希望所有的农民朋友们 都能在这个春天找到一份核心的工作 现在很多乡亲们都知道进城务工有一技之长的相对好找工作 你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些大姨大婶的大嫂子们 人家进城之后做了家政服务做了终点工做了月嫂收入不菲 还有的很多哥们学了电工维护工等等一系列的技术含量的工种 找什么样的工作才能有保障呢 咱们就看看律师给大家支的招 农历春节已经过去 城内各地迎来找工作的旺季 要想找到一份满意又靠谱的工作真的不容易 就拿劳动合同来说 都要注意点啥呢 它必须包括一些基本的条款 比如说劳动合同的期限 那么包括这个工作的内容 这个包括劳动保护和一些劳动条件 以及这个劳动的报酬劳动的据律 还有就是说违反劳动合同的一些责任等等这些条款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也可以补充其他一些内容 但是法律规定这些必备的内容是必须有的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 用人单位一般都会要求有试用期 那么试用期到底多久才合法呢 这个试用期呢在法律上是有阳格要求的 一般情况下呢是如果说合同期限超过三个月 不满一年的情况下 那么试用期不能超过一个月 如果这个劳动合同的期限是一年以上 不满三年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试用期按照法律规定 是不能超过两个月 如果劳动合同的期限在三年以上 或者是无不能接劳动合同 这个时候呢最长的这个试用期不能超过六个月 如果说双方签订一个短期合同 不满三个月 那么这个时候法律上是不允许签订试用期的 除了试用期的期限 大家对缴纳无险益金也都非常关注 这无险益金具体都指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无险呢一般它就是指这个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还有失业保险工商保险生育保险 那么益金呢它指的就是咱们所说的住房公积金 无险益金中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保费 工商保险和生育保险完全由企业承担 个人不需要缴纳 这里要注意了 无险是法定的 而益金不是法定的 那么有些企业呢 它的经营效益可能不好 或者因为其他的这个企业的自身原因 它不给员工缴纳相应的这个社保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都是违背法律规定的 即使说这个员工自愿放弃 那么缴纳社保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双方这种决定也是违法的 都不受法律保护 找到了工作之后 最兴奋的要属开工资的时候了 自己上个月的工资或者奖金 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 工资条来告诉你答案 一般情况下呢 工资条是要给员工来发放的 那么这个工资条呢 它通常包括一些项目 比如员工的这个公号 这个姓名 基本工资 以及职务工资 福利费 这个住房基金 应发工资 以及个人的所得税和司法工资等等 作为这个劳动者来讲 员工来讲 那么在企业发了这些工资条之后呢 这个自己也要妥善的保存好 因为一旦发生这个劳动纠纷的时候 实际上工资条是 对员工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一个证据 我们经常会在现实工作中 碰到一些另类的规定 比如加班没有加班费 女员工怀孕 要提前申请 同事之间不允许谈恋爱 这样的规定到底合不合法呢 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 优人单位他自己可能为了某种目的 然后做的一些违法的规定 那么这些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他是对员工的劳动合法权益的一种侵害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作为员工来讲 他可以依法提出与单位终止劳动合同 那么如果说他不想终止的话呢 也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来投诉反应 那么由劳动部门来这个纠正 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 一份稳定的工作是生活的基本保证 希望律师的支招能给大伙提供一些帮助 找到自己满意又靠谱的工作 别小看这个劳动合同啊 听人劝吃饱饭 很多乡亲们继承务工觉得签合同挺麻烦的 不如一把一支嘎 一把一利索 其实那不行 一个劳动合同是咱们工作的基础和条件的保障 必须有这样的保障之后呢 才能让你安心的工作 另外呢一旦出现什么事之后呢 咱们有法可疑